唉唷 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n 今天要來看破爛人對上薩拉薩人 這場比賽也是TNT的阿拉伯地圖 好 那來看到了NBLO是選擇了薩拉薩人 那Cabitch是選擇了破爛人 那這個Cabitch英文念起來有點像日文的Cabitz 高麗菜的意思 所以我覺得把它介成高麗菜 可能會對我來說比較好記一點 好 這是題外話 那最近呢 這個我的字詞也是拔掉 但還在復原當中 所以講話還是有點比較模糊 模糊的地帶 請大家多多包涵 因為畢竟講話很痛 有時候還是會有點卡到 好 那我們回歸歸比賽 那目前看到紅色是選擇了波蘭人 那波蘭人最大的特色 是蓋這個大裝備的時候 旁邊撒農田 就可以獲得這個立即8%的食物肉量 所以波蘭人的農田科技 要一直升上去 這個列級收成效果就會越好 那波蘭人的後期呢 是比較適合打騎兵步兵 工兵 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步兵路線呢 會比較適合打這個 戰錘兵的部分 他的寶兵 那騎兵部分呢 是打這個大洛瑪 配上金罐 略克提克遺產 獲得這個踐踏效果 不然就是打這個銀罐呢 貴族特權 騎士只要34黃金 都是一個不錯的路線 工兵路線呢 則是可以打強弩 強弩配上龍子環 但是他沒有三級的工兵護甲 所以在強弩對射的情況下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點 可能要稍微做一下操作 才不會損失慘重 那我覺得波蘭人玩起來 還算是全能性的文明 沒有什麼太大的弱點 弱點就只有這個大莊園 防守是要怎麼防 是比較困難的 區域的部分 都是可以依照玩家 自己去做個調整策略的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藍方 這個綠方 那薩拉斯人呢 是沒有任何經濟加成的文明 但是他的市值相當便宜 而且這個交易資源的手續費 也比較便宜 這個成本比較便宜一點點 不管你是要買還是賣 都會比較拿到優秀價格 去做個買賣的 所以以前薩拉斯人 有一套打法是全挖金 去買肉買木材 然後做一個特殊打法路線 但那一招很快就落寞了 沒有人想要用了 因為內招只能拿來虐菜 好 實戰來說的話 使用性其實並不太大 那薩拉斯人最大的特別之處 是他的工兵射擊建築物的時候 射得非常快速的 所以他到後期打強奴 或城堡奴兵的時候 都可以手撕TC的 都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他薩拉斯人破牆速度 也是很快的 所以前期要對上薩拉斯人的工兵 要特別小心喔 當你看到他出現在你牆壁的時候 你就要意識到完了 你要被秒入牆了 他的那個洞馬上就打出來 然後你家就直接GG 這個是很常在 跟薩拉斯人對局的時候看到的事情 那薩拉斯人的處理之外 還可以打這個駱駝 他本身駱駝的血量也是最多的文明喔 那後期也可以出這個努力兵喔 也不是太大問題 奴隸兵的傷也是很高 打騎兵單位 但是奴隸兵有個弱點喔 就是他非常的薄弱 而且很容易被游小 正面硬砍給砍爆 攻速上是低於一般騎兵的喔 所以還是需要做一些拉打 才可以把薩拉斯人的奴隸兵 發揮到最好的價值喔 那這兩個對決 我覺得實力是相當差不多的 那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吧 目前看起來DOT 不是DOT MBL MBL的這個金礦處是在下方 那果子在後方 那木頭呢 只有兩塊 而且這塊是偏遠的 總體來說 只有這塊木區是安全的 那如果他要尾的話 尾的話也不是很好 要這樣子尾 然後這樣尾到底 然後後方這個地區呢 可能是要直接尾到底就好了 然後利用這個TC 然後做個連防 這樣子 然後讓DOT 不要進入到這一塊後面的區域喔 那這一塊區域就在後面可以安全撒農田的地方了 那地圖來說 總體而言喔 只能給個10分吧 10分原因是因為果子在裡面喔 如果他果子也在外面 兩個都在外面 那 就是0分了 哈哈 這個好 好久沒有看到這麼爛的地圖了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對手 那破爛人 那破爛人果子在外面喔 金礦也在外面 這個就是真的爛 好 那他的好處是有兩塊木區喔 這兩塊都算是偏裡面的 這邊稍微拉一條木牆喔 後面要防水也是 比較簡單一點的 那前方部分就稍微微一下吧 那整體看起來也是只有10分而已喔 但比MBL好上一點點 就只有那麼一點點 但兩邊有點算是 互換吧 MBL的果子在裡面喔 但他兩個都在外面 但他有多一片木區 大概是這樣子喔 那兩邊地圖都極爛 狀況下兩邊會怎麼打呢 這就有點有趣喔 好 那我們看到沙拉盛人 這邊是果然打出的工兵開局 沙拉盛人工兵 我們剛剛前期有介紹過喔 工兵破牆相當好用 但這一把 確實喔 能打到破牆的話 可能還不錯 這隻村民差點殘血 被收掉 但還好這裡有反擊一下 對方伺候血量也是降到了 剩下30滴血 沙拉盛人這邊已經開始挖金 一個人挖 好 MBL這邊還是有在補一些肉 怕這邊斷肉 可能待會要補一個兵工場 蓋一個房子之後 再繼續補一些黃金 工兵按了一隻之後 沒有繼續按 沒有按毛兵 反正是繼續想要選擇下工兵路線 他這邊決定要往外圍一些些喔 讓這個的金晃區稍微過得舒服一些 好 這邊補了一個市集 市集只要75木頭 還是100木頭 有點忘記了 好像就是省了100多木吧 應該是只要75木頭而已 這個市集 好這邊看到 兩弓一槍 就出門了 一隻槍兵配上兩隻工兵 直接走了出來 但是波蘭人這邊已經有所防備 家裡已經按下了一個毛兵 好但赤猴薩拉斯人直接派到了前線 看到毛兵出來 赤猴直接上前硬抓 但還好再留個洞 讓毛兵直接回手到了家裡 好正面再把毛兵放在家裡 做防守應該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還是可以把這個果子吃完的 好這時候薩拉斯人點下一擊射 頭一擊射現在就有優勢了 現在波蘭人沒有一擊射會被挨打 所以他現在不敢過去做頭一擊的動作 然後上方驚慌處也是岌岌可危 這個只要一往上走 就要斷金了 那目前MBL是想要 藉由這個高地拿到一點優勢 因為他只要一下高地的話 可能就變55開了 可能會變成劣勢的 這邊高地 直接被換掉了一堆 公兵直接送光 只剩一隻毛兵跑了回家 MBL這邊稍微出現一點失誤 但是他這邊已經點下了城堡時代 間接來說還算不錯 並沒有拖太久 就上到去了 那待會上城堡時代 可以先在這邊開個TC之類的 但是他這邊是賣石頭上TC的關係 不是上TC 上城堡時代的關係 所以他待會如果要開TC的話 還要再花一些黃金去買石頭 再把這個城堡中心蓋下去 那目前看起來他打強軍士的機率是偏高的 這邊直接點一個二級木 待會要補下二級射 還有這個奴兵的升級 可以二級射補了 那奴兵還要一點肉 待會再按一下 如果他沒按這隻騎士的話就可以了 但這個騎士是要防對方的毛病 所以可能還是按個E值比較好一點 這邊走過來 看到對手 有這邊蓋了一個 瞭望塔 這個瞭望塔確實蓋了有價值 不蓋了瞭望塔的話 確實很難守住 毛兵想要上前硬點奴兵 但是直接被奴兵射爆了 數量下降只剩下四隻而已 先制奴兵繼續輸出 這邊可以看到 弓兵對射的一個結果 高地奴兵打毛兵還是效果非常好 這邊也是協助騎士做一個進攻 這邊打建築物傷害非常高 弓兵傷害很強 這邊要射進去了 大中元看來還是守不住 這就是波蘭的痛 大中元直接棄手 五片田直接不能傻 但是後面騎士終於憋得出來 四隻騎士出外反擊 第一時間把這個奴兵給收 把騎士給收掉了 剩下奴兵加上毛兵配合聯手 終於解完MBL這一波的攻勢 MBL在同時也在家裏補下自己的第一個TC 那一擊農一點下 上方這一個洞 MBL會怎麼守呢 家裏下方也開下一個TC 四隻騎士衝了過來 在這裡有生女 生女招響時間有點慢 哇只能招到一隻 果然 太慢招響了 剛剛有點猶豫了嗎 還是來不及反應呢 確定喔 出現了一點小小的失誤 這中間也補下了一個修道院 再繼續要打這個生女戰 那生女戰對於煞聲來說也是沒有問題的 本身也是一個半宗教國 後方又騎士從後方繞得過來 這裡居然沒有圍到底 哇 門戶大開 MBL直接屁股爆炸 這裡要想辦法去圍好 這裡居然只小圍一下下 好 3TC開農 攻兵數量來到17隻 但並沒有把攻兵往下派 好看到後面有騎士決定往前壓 那會拉一隻聰明往前蓋工程器製造所嗎 好看起來沒有 這邊是選定補一個大學 準備開農 打出經濟差距 但是破爛這邊早就已經3TC開農了 而且後面再補下更多大莊園 哇你看這個農田規劃 看了就很舒壓 九宮閣 這個就是我很喜歡破爛的一點 這個九宮閣看起來就是舒服 好來到了19隻的攻兵數量 騎士還不夠多 因為還沒剪下貴族特權的關係 所以還是需要非常多的黃金 這些大總獵人你看 要瘦村跑到TC裡還有一段路程 農田直接被射爆 工兵打農田速度非常快 如果是的話我會想要再繼續射這些農田 好拖子車這邊砸一發沒砸到 直接順利走得出來 撿生物的孫女直接把它射掉 要不要拿一隻生魚去撿生物呢 不敢撿 怕撿被投石車拍下去 這邊先收到一隻生魚 快快快快快 欸 生物 MBL 把生物盆給對手 人這麼好 這邊高打第一 射爆了一些投車的血量 看到投石車壓力有點大 MBL選擇撤退 要來憋上帝王時代 好 這一坨幣沒有送掉 算是不錯的結果 當然數量有點多喔 這邊招一下 可能要招到兩隻騎士了 OK 果然招兩隻騎士而已 好 兩隻騎士直接到後方 拆掉兩台投石機 還不錯 哇 四隻生魚招兩隻騎士換兩台投車 這四隻生魚不虧 算是小賺 好 這裡補下拇指環 增加一下弓兵的射速 這樣就可以有效抵抗對方騎士了 那破爛的騎士最大的致命點 就是沒有三級防 所以對付對方弓兵的傷害時候 會比較薄弱一些 好 這邊先點一下救贖思想 待會升到帝王時代再補一個印刷技術 增加一下生魚的招牆 射程 找到對方的投石車或生魚都很好用 好 直接印招 但投石車直接砸掉 OK 投車招到兩隻之後 來看一下這個包抄 後方騎士直接上來想要硬砍 生魚 生魚還是被招走 剩下一隻騎士只能輸出 這一隻生魚可能會倒 但是剩下騎士全部被叛變了 這跟城堡有機會可以蓋起來 OK 破爛神命狂蓋 剩下七吋的時候 終於把城堡給建立了起來 這一波的交換MBL 算是小虧了一點點 因為這邊損失了一個TC 還有這些農田還有金礦的挖掘權 那以破爛來說 他的軍隊總數損失掉了 所以實際上來說 還是破爛虧了一些 我覺得MBL算是小虧了 沒有到非常虧了 中間這邊工兵水量保留還非常多 35隻 這35隻全部都變強弩的話 會很不得了 好 MBL想要往左邊敗 但是看到城堡直接選擇退守 均勻投資機補了一下 想要往上走也不是 上面有城堡 中間也有城堡 但破爛這邊 撐到帝龍的時代 也點下了貴族特權 看來還是要走騎士路線 稍微加速一下下 好 MBL把這個 體系往外蓋了 好 這邊有視野看到 MBL的奴兵走了過來 但強奴還是上不上去 肉量不太夠 這裡該怎麼打呢 好 下方蓋TC的村民 直接被波爛的騎士給抓包 尷尬了 村民可能要死光 這個TC蓋不起來 好 但是後面奴隸兵已經出來了 奴隸兵一開始的基礎素質 是有點偏低的喔 8攻 但是打騎士傷害者的額外增傷 是非常多的 工兵超高傷害 直接硬拆建築 因為有救贖思想的關係 這邊招建築也可以招得掉 但是波爛人這邊選擇自滴建築 不想要讓對方獲得軍營 好 這邊強奴還是沒有點 工兵直接走到大莊園裡面 太狠了 他完全知道大莊園的弱點 他完完全全知道 MBL 太鬼了 直接把波爛的祕賣給踩爛 只要沒有大莊園 波爛就死一半了 好 當然這邊騎士數量 開始回頭來防守 但被擠火還是太痛了 雖然不是強奴 但是波爛沒有三級防的關係 吃到箭矢傷害根本就下水餃 好 更多的騎士過來圍巢 這一步的軍隊才可以 OK 終於捨命 讓一些騎士上去當坦克之後 終於有些騎士開始在輸出 並砍了這些奴兵 奴兵再次上到了高地 做一個反擊 好 這邊重裝騎士 硬扛的結果是扛不下來 哇 奴兵直接打爆了大量的騎士 這些騎士被換掉損失非常多的肉 黃金可能還少 但是肉量這邊大眾被踩的關係 所以也沒辦法再繼續出下一步騎士了 家裡的騎士暴去鬧沙拉斯恩 也是被奴隸兵給擋了下來 奴隸兵擋騎士的效果 還是非常好用的 軍隊實際想要偷拆城堡 但是破爛這邊即時反擊 右邊工兵走過來 看一下有沒有其他大眾人的地方 這裡少量的工兵還在偷射 返回原地工作的村民 非常的惱人 右邊想要開新的大莊園 結果又被抓了個站著 直接把正在蓋的農田給射爆 這樣就損失180木頭 哇 好虧啊 波蘭這邊直接經濟爆炸 這就是波蘭很難玩的地方 大莊園被踩之後 要躲回來是非常困難的 中莊騎士再次上前想要去反擊 但是又失敗了 後面補了三個馬臼 但是沒有肉可以纏馬 好 終於把這個洞給補了起來 但是 如果他要再射進來也沒什麼問題 因為打得很快 兩發擊我就直接射掉了 哇 又射進去 又 把這個洞給射爆 又要再進去一次了 大莊園 趕快蓋個城堡 雖然你田蓋得很漂亮 但是沒有城堡守 還是太過難了 完了 這個城堡還蓋不起來 我是波蘭的話我就沒心態了 MBL這邊強弩不升 升了起兵科技 品種跟步兵 起兵鎧匣 波蘭人現在頭很痛 不知道該怎麼打 哈奇現在出戰毛兵也是可以的 但我就不確定為什麼他不出戰毛兵 如果他真的要出騎士打 那真的數量被個二三十隻 再上去會比較好吧 他有點太小看奴兵了 這個奴兵是有三級射的 而且也有化學 完了 這個打總被射掉 又要再度血虧了 MBL這波非常賺 正面也開始把奴隸兵拉了出來 中間蓋下城堡 開始要來進行攻城了 大總遠景到處都有 左邊這邊也是有一個 終於城堡建立起來 忽然這一次 再次嘗試去突圍這一坨奴兵 這坨奴兵這次應該有機會可以拿下來 因為有些奴兵的血量已經殘血了 補個幾刀就可以順利拿下 果然MBL這一波的工兵 終於被吃乾淨了 波蘭終於可以再回歸 自己的大片農田了 這個 真的是 死守這個大中遠 是認得太困難了 真的要一棟城堡 才能苟得住 目前看到 波蘭終於守住大中遠之後 但是沙拉森的這邊 重要軍隊也成立了 奴隸兵已經開始慢慢產生出來 防禦雖然還沒生好 二級 防禦雖然正在開始生 MBL這邊攻勢稍微緩慢了一些 主要原因是因為後方一直有少量的兵 去騷擾MBL的家裡 所以在做奴隸兵防守動作 這奴隸兵一個菜刀打14滴血 好痛 打10下就可以砍死一隻重裝騎士了 好菜刀直接開飛 好拖欄這邊終於轉出了戰毛兵 戰毛兵打駱駝也是不錯的 打這些奴隸兵還不錯 好升級精銳阿拉伯奴隸兵 MBL動整個了 這一把他不升強弩 原來是要秀菜刀阿 整幾天菜刀影片 打的也是蠻熱血的 那MBL這邊也要來嘗試出菜刀嗎 那我記得菜刀好像不會怕戰毛兵 現在好像只會怕強弩了 我記得在某一次改版中 阿拉伯奴隸兵已經不會被戰毛兵造成外傷害了 把這個馬弓屬性拿掉了吧 難道波蘭人這裡沒有跟上改版資訊 還是只是單純缺黃金 想要出騎士而已 我覺得繼續出強弩好像可以耶 波蘭這邊出強弩去跟奴隸兵對射一定是比較好的吧 好這邊後面有一些小型的騎士衝鋒 開始繞牢 單菜刀防守效果非常好 直接擋住了這一波重裝騎士 直接被菜刀給丟光 波蘭這一波完全沒有賺到任何甜頭 但是聰明樹MBL開始落後了 落後非常多村 波蘭這邊聰明樹已經來到130村 聰明樹非常多 前幾天MBL也是領先快30村 結果出事了 那他現在村民落後應該是穩了吧 既然領先村民是不穩的 那落後肯定穩了吧 我覺得啦 OK點下狂熱 狂熱補下之後血量再多了一些些 NBL這邊努力慈性推進中 波蘭這邊經濟開始好轉了起來 補下了更多大中原 然後法治技科技 三級攻終於點了下去 但大中原的數量依舊還不是夠多的喔 奴隸兵用戰毛兵打是很難解乾淨的 果然還是按下了奴兵升級 對嘛 出奴兵就對了 奴兵也可以射爆駱駝也可以射爆奴隸兵 對不對 好奴兵不出嗎 奴隸兵直接走過來 看到大中原倒了之後 直接硬吃戰毛兵的傷害 哇果然啊 現在戰毛兵打奴隸兵有點癢了 大人時代不一樣啦 你的戰毛兵擋不住奴隸兵了 奴隸兵也是在下方直接奴完全的無情硬砍 這一波的配兵堵成 突然人沒有辦法纏到任何甜頭 反而會有點岌岌可危 槍弩還來不及好 可能就要家裡被都根了 奴隸配上菜刀 非常壓制馬國的一個組合 正面壓制 中距離也壓制 怎麼辦呢 沙拉森後襲再轉出這個重配 讓偷子車的傷害再更高一點點 再去砸戰毛兵奴兵也沒有問題 整體而言 沙拉森完全現在是可以壓制波蘭人的 就要來看一下波蘭人後面這一坨建築物群 能不能做到更多的事情 波蘭人終於補下了強奴 最後一波強奴 來看看 MBL 怎麼能用菜刀拯救世界呢 終於補下了手推車 手推車補下MBL 終於把自己的經濟搞好了 那應該就不會弱化太多經濟了 因為沒有手推車經濟差滿多了 但對手更狠 二級木二級龍都沒有點 手推車也沒有 好這邊強奴開射 確實射掉了一些駱駝 但是正面碾壓的關係 也沒有長槍兵 後面菜島也隔了過來 強奴只能被逼到TC附近 承認中心直接收穿近情的反擊 但是強奴數量越來越少 正面部隊軍隊可能要被一次打爆 突然沒有升級長槍兵 只能眼睜睜的看到自己的槍弩被吃光 哇爆炸了 後面大長遠也沒得傻 這邊也傻不太起來了 駱駝直接無形開砍 瞬甘爆炸 突然打出了 結局 MBL 贏了這場比賽贏的也是有點驚險 後襲這邊也是被屠殺一堆村民 後方被鬧也是鬧到有點 有點忙不太過來了 而且他經濟沒有顧得很好 村民還是有點落後的 雖然對面是打150吋戰術 但經濟科技都沒有點 所以經濟上還不知道非常好 那中東長槍兵這個重要的單位也沒有升 只有單純升強奴 那如果沒有正面單位去做防守的話 打起來就會比較弱一點 那如果真的要打的話 也可以嘗試按這些戰錘兵 畢竟戰錘兵的血量很多 有80滴血 比一般的步兵來說是多蠻多的 那也沒有出戰錘兵的部分 只靠強奴的話 真的是很難打贏對方騎兵單位的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部分是由波蘭這邊全面設定 MBL居然打贏了 經濟輸這麼多 然後還打贏經濟贏的波蘭 對方還有五勝物 MBL這一波打得非常顯勝 這個就是標準的強勁式 打這個堪農的文明 就會變成這樣子 那也是因為薩拉森本身這個文明 就沒有任何經濟加成 所以資源匯數也是正常 但這個全面都輸也是輸得蠻誇張的 這次卻打贏了比賽 這個突然的玩法跟我一點太相似 太想要農了 結果農到後面被對方一波打倒就沒了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要記得幫忙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